我先畫一下簡單的水鍋 順便教 把這邊當成一個淺灘 我們還是用這支 水稍微要淡一點點 然後反而弄得這樣有點旋轉 然後又扁扁的這樣 筆要放得很倒 然後從這裡刷出去 從岸邊刷出去 然後刷的時候帶一點點旋轉 旋轉 然後不要 這個呢還是要稍微分一下 不要等近 然後後來這一層可以稍微密集一點 最後一層在這邊 有一點波辣 這個水的畫法有很多 這是比較基礎的比較傳統的畫法 也有直接染出來的 然後化水最重要就是它的那個光的反差 它的亮 有很亮的地方 好 大概是這樣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來染 好 按面 這一層這裡 我們先把它處理起來 最基礎的 也是最暗的地方 也是最暗的地方 你看我染的時候 跟春的時候筆法是一樣 也是有稍微抖動有沒有 所以你怎麼春 的筆法 你染的時候就要帶上來 這樣你可以增強你的春的時候的筆觸 好 現在 大概都沾了 是比較濕了對不對 我們就 拿一些比較濃一點點的 在最暗的地方 再點一下 好 因為我的種子啦 我種子比較不吸水 所以我動作就會慢一點 那如果你的紙是比較吸水的 可能一筆就完成了 有可能 好 所以我們會根據不同的指釋去調整 好 這樣子 好 另外這一層它是從這裡到這邊 有沒有 這是它的那個界線 所以這裡要稍微 安一點點 好 這裡因為有 比較漂亮的這個墨韻 所以你就不要再重複畫一次 你再重複畫一次 它墨韻就不見了 就不好看 好 所以你要去取捨 好 好 到這邊 你看我現在用比較乾的去染對不對 它也有出現一些比較淡的筆觸 這些筆觸不是沒有用 它就是 構成你的 整個 整張 圖畫 然後 它的質量比較高 對 等那個一些因素 啦 這樣你會覺得說 你這樣畫的石頭看起來很紮實 啊 如果你缺少這些東西 就會覺得說 嗯 好像少了一層什麼 好 所以我們 這塊石頭有沒有 這一大塊啦 裡面大概小小喔 我們已經把它的最暗的地方都燃起來了 那麼 陽光從這邊照射 或是從這邊照射 這邊 我們四個角 邊邊角角的地方都會比較暗 所以我們現在要 先把筆裡面的墨 先調掉 刮掉 刮掉 然後呢 調最淡的墨 最淡的墨 把 四個邊 或者是比較不重要的 亮面呢 再抹掉一點點 通常都是在比較邊邊角角 我們會把最亮的地方留在圖畫的中間 靠近中間 齁 除非呢 你這張呢 有特別的那個光影的效果 你要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是另當別論 齁 好 這樣 把這邊塗掉之後 因為這個是紙的關係啦 齁 所以它就會有這個黑點 但是它乾掉就不見了 很奇怪 好 現在塗上去之後呢 它就有明顯的那個統一的掉性 它就不會覺得說 咦 東一塊西一塊好像沒有一個 組織啦齁 然後我們再繼續畫上去齁 這樣 好 這裡 你看我遇到這個 縫的地方呢 都會特別的清一下 因為我要讓 墨爾淤積 多一點 好 好 最後這塊也不要太亮了 就直接把它抹掉 好 好 那這塊石頭 跟著這個春 抹雞皮 一絲一絲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來就是水 也是一樣喔 你剛剛是怎麼春 我們就是再重新抹一次 然後旁邊 兩旁呢 再稍微抹掉一點點 重點就是 剛剛抹過去的 春 好 就是再做一次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最亮的反差 然後這個最亮的反差 要流出來 石頭的上面 可以稍微黑一點點 然後最後一整個煞車在這邊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這個海啊 的水平面 會到這裡 然後上面呢就天 就是天 所以我們從這邊呢把天染上去 你看我都是小筆觸的 你看我都用筆劍而已喔 這樣就好了 你不是這樣 你這樣 對 你要先學會這樣 你看我不斷的去拿墨 拿水 啊也是跳著跳著染喔 跳著染 所以它裡面就會有一些 比較細膩的筆觸 你會覺得說這個天也是 有厚實感的 然後因為上面我們就 就直接把它 用水就好 你看水刮掉 好 讓它不見掉這樣子 好 好 這樣最常說明的啊 對不對 小品 呵呵呵 再畫個海鷗 呵呵呵 好 這是今天給你公開 這樣可以 整理念 看